佛舟 佛舟95号洲际公路 急满超过30辆警车 因为前美国总统川普 在自家高球场 又遭遇暗杀威胁 警方在川普打高球的球场 距离约200公尺外 发现一名枪手 现场还包含他的AK-47步枪 枪手是一名58岁男子 莱恩·魏斯里·劳斯 社群pro文显示 他政治倾向为极左派 很热衷外国勿兵 还曾经到乌克兰参战 曾经po出多段影片 劳斯证明自己去过乌克兰 还说现在必须要招募 会说英文的阿富汗特种兵 说要力挺乌克兰 以及保卫台湾 但是为何会演变成 对川普行刺 警方还在了解动机 不过媒体问到他的儿女 都说爸爸不是这种人 而且川普两个月内二度遇刺 拜登和贺锦丽都有发文 表达关心 并说还好川普安全 但是这起事件势必会在影响选战 也可能会让川普接下来的行程 都必须要高度警戒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